哈囉我是烏龜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兩場部落戰的精彩三星進攻 第一場我們來看到是由傑斯他所帶來的11本三星進攻 他用的部隊配置是工程車藍胖石豬流 這在11本來說還是一個非常穩定的配置 他現在這個陣型靠近12點外側的反空盲區 用了兩隻小蒼蠅來幫忙斷邊 把外側的建築物打掉 然後在3點外側的地方下了一隻黑胖扛住火力之後 後面跟上了法師一樣是要來幫忙斷邊 接著在大約1點鐘的位置下出了一顆石頭 扛住一整面的火力之後後面跟上了法師 打掉外側的建築物 工程車是從2點的外側下進來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工程車完全沒有受到任何的攻擊 因為所有的防禦塔全部都是打在石頭的身上 接著工程車的後面是跟上了三隻英雄 那工程車進來了之後 就會受到對方其他的防禦建築攻擊了 並且將對方的城堡援軍引出來 對方的城堡援軍裡面擺放的全部都是蒼蠅 所以這罐毒藥法術必須要下得很準才行 現在這邊下了一罐狂暴法術 然後我們的工程車再往前面一點點的之後就解體了 在這邊開了老頭的無敵技能 並且再配合狂暴法術 讓我們的藍胖部隊快速的秒掉對方核心的很多防禦建築物 接下來我們的野豬部隊就要趕快進場了 這個節奏是可以確保我們的前戲部隊不會全部都死光的 傑斯是先從12點的外側下了第一批野豬部隊進來 接著就會逆襲中的再從外側點放野豬部隊進來 跟我們的主力會合 然後一路當然是用補血法術來保護他們 這邊有對方來做多底火塔 所以下了補血法術之後 我們的野豬部隊就可以迅速的拆掉這邊的XM 跟這邊的多底火塔 同時傑斯也有從8點外側的地方 下了一小批的野豬部隊來 把比較靠近外側的防禦建築物打掉 避免我們陣型中間的野豬部隊會分散 手上現在還剩下兩罐補血法術 對方只剩下最後一座法師塔了 所以應該是沒問題了 剛剛我們所提到的野豬進場節奏部分 如果野豬部隊進場的夠早的話 是有很大的機會可以跟前戲部隊 會合之後互相掩護 保護前戲部隊順利存活下來 一起幫忙收尾的 以這場進攻為例子來說 雖然前戲部隊的藍胖已經全部都死光了 但是女王跟老頭剛剛可以跟野豬部隊 順利的會合互相掩護 才能夠一起存活下來幫忙收尾 這樣子就大大的減少了收尾的時間壓力 現在傑斯的手上還剩下一罐毒藥 以及冰凍法術 如果這個時候還有小骷顱頭 再追走我們的野豬袍的話毒藥就可以丟下去了 那這罐冰凍法術因為找不到地方丟 所以就直接動住對方的大本應 幫對方降降火 這場工程車十豬流的進攻非常的流暢 節奏也掌握得非常好 如果你也是十一本 還找不到一個穩定的打法的話 或許可以參考一下這樣子的打法 穩定度非常的高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場的進攻 接下來的下一場進攻 使用的部隊配置是大家最近 可能都已經看到膩了的蝙蝠流 但是千萬要注意一下 初吻的這場進攻是十本打十一本的蝙蝠流 三星進攻真的是非常的狂 初吻他在靠近九點內側的法師塔的這個位置 丟下了狂暴跟冰凍之後 撒出了所有的蝙蝠法術 在這一側還有對方的三座防空火箭在這邊 大量的蝙蝠很快的就咬掉了對方的法師塔 還有兩座防空火箭 接下來靠近九點的這一側 就是一大片的防空盲區了 那初吻他是直接在靠近十點外側的這個地方 下了一隻大龍準備要來斷邊 這隻大龍應該可以幫忙噴掉很多九點外側的建築物 這樣子前戲部隊已經算是正式完成 接下來就是要開始下龍球部隊了 初吻他是選擇在十點到十二點的這一整個面 先下出了一整排的黑球 幫忙探一下空中陷阱之後 才跟上了一整排的飛龍部隊 準備要讓他們來面推 然後再靠近一點外側的這個地方 則是下出了雙王要來幫忙斷邊 避免我們的龍球部隊往外側飛出去 先來將對方的城堡遠距引出來 在這邊有一隻雷龍 初吻他是下了一罐毒藥在對方的雷龍頭上 然後再下一罐狂暴法術 希望我們的飛龍部隊可以趕快將這隻雷龍解決掉 然後繼續的再往前推進 對方的大雕是早就已經啟動了 並且不斷的打在我們的飛龍還有蠻王頭上 但是還沒有造成太大的影響 先來初吻從四點外側的地方 下出的工程氣球 準備要往陣型的中間飛進來 跟飛龍部隊會合 在陣型中間的地方 飛龍部隊解決掉對方的女王 之後就可以開始噴對方的大雕了 然後在大雕的旁邊是冒出來了 四座密集擺放的電塔 在這邊工程氣球遲到了一個旋風陷阱 轉了幾圈之後剛好解體 然後飛出來的滿級氣球 就配合這幾隻飛龍 一起把對方的這幾座密集擺放的電塔解決掉 哇真的是太帥了 在陣型中間的地方 還有幾隻殘血的飛龍 在解決掉了對方的大本營之後 就會往六點鐘的方向飛下來 解決掉對方六點內側的這座單體火塔 另外還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 就是我們第一隻從十點下進來的飛龍 它不但是清掉了九點外側的所有防禦建築物 它甚至是一路清掉了靠近七點鐘的這一側來 然後跟其他的飛龍部隊會合一起幫忙收尾 拿下了這個十一本的三星 這場進攻真的是太狂了 我們都知道蝙蝠龍球流好用 但是我好像還沒有看到過 十本打十一本使用這個配置 就可以拿下三星的進攻 真的是讓我目瞪口呆太精彩了 以上就是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部落戰精彩進攻 希望對大家會有幫助 我們的部落現在一個禮拜打兩次部落戰 如果你也是對COC與部落戰有熱情的玩家 歡迎活躍的玩家們可以加入我們 一起並肩作戰一起同樂 先來加入我們的部落 必須要輸入通關密語 通關密語可以到我們的部落網頁上查詢 我們下次見 掰掰